现在我们看到呢 也有人要为夫喊冤了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立委郭素春 为的是什么 为的你看公营企业当中 台盐台唐的人事案 都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我们就来看到呢 在这当中台盐的这个部分 台盐呢 现在呢 要来接台盐董事长的洪喜耀 其实就是立委郭素春的老公 那么民进党抨其说 这是一个政治仇庸啊 就郭素春亲自跳出来 他说他的丈夫呢 可以说是行销管理的专业人才 绝对可以深圳了 希望大家让他试试看 322总统大选投票日 大批大陆台商急着返台 支持马霄 成功动员20万台商回台湾的人 就是即将接任台盐董事长的洪喜耀 帮马霄服选有功 又是国民党立委郭素春的夫婿 难免让人联想 行政院拍板定案的台盐董事案 是政治仇庸 郭素春帮着丈夫否认仇庸传闻也强调他会在立法院里就进监督 现在台盐他是民营化了 所以也没有到立法院来背询的问题 但是至于说监督 因为当然政府投资还占有38% 所以我可以就近监督 更贴近监督 洪喜耀本人选择低调面对 不露面 声明他能够受到经济部青睐 正是因为他常年在大陆为台商服务 未来接手了台盐 要把台盐推销到全球 当然包括中国大陆市场 只不过夫妻俩 丈夫力挺马霄 妻子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可以直通国民党高层 难免遭到在野党质疑眼光 中央新闻王淑民 文宇台北采访报道